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北京工作 我们从房住 我们结婚了 就是刚刚好的时候吧 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这辈子只谈一次恋爱 只结一次婚 我当时这句话印象特别深 然后就是决定要跟他走下去 我们当时一开始就是那个好的时候 我俩就愉快就奉着结婚这个目标去走 2008年毕业来的北京 外路上有地方 也是什么都不是特别清晨 也没有什么积蓄 什么都没有 两个人的家都不是北京的 就是房子各方面的东西都特别的制约 因为总感觉是那种飘的感觉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固定下来 或者说对以后的结婚吧 就特别的说是迷茫那种感觉 感觉房子不固定 就是总觉得两个人没有根基似的 后来就说从北京先租一套房子 然后以后两个人再一起努力 因为租房子吧 会经常的搬房子 而且时间有的时候特别的急 特别的匆忙 找房子 经常会遇到中介 好多幸福都是假的 让你一趟一趟的跑 尤其在这边吧 房子基本上都是没有电梯的 尤其一天有的时候要跑 好几十趟 尤其是搬家的时候 一看什么东西特别是傻 慢点慢点慢点 要越搬动越多 搬家特别辛苦的这事 目前我们就是说 你租房子 然后不太固定吧 但是我相信不久了以后 肯定会 太大实实地能有一个自己的家 目前我们在北京首当的一个幼儿园 从事幼教工作 他是在这个游乐园工作 他呢我们点击下班 下班了以后 他就去我们单位去接我 然后我们俩虽然说是那个没有车吧 可是就是就是走了 但是觉得很幸福 然后接我回家以后 老公就是把饭和菜做好了 起吃 这都是他做饭 等一下我得学一个菜吧 每次都让你做饭 我都不好意思啊 这次我要 来 这次我来做好不好 你这是什么呀 嗯 这是什么呀 看这是一个秘密 你能告诉我 行行行行 我去吃饭了 过两天就该前几天了 你待会儿过来 看一下吗 我得上班了 真烦 怎么老大班啊 我们那只要是节日就上班了 过年的时候都没一块回家 金狼梁瑞果本身就是石锦山游乐园的员工 也是这次演出活动的组织者 由于节日期间工作繁忙 刚刚新婚的小两口索性就把参加演出当成了蜜月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自己的喜悦与甜蜜传达给更多的人 我们自己本身几万五年之后也给大家带来快乐 最近就特别的高兴 好多好多游客 就一天上岸游客 同时就见证了我们俩 我们俩的婚礼 我们俩的爱情 而且那天还有就是那个媒体来采访 就是把我们俩的这个婚礼呢 就像公布于全世界 我觉得特别幸福这件事情 我感觉两个人就是在一块嘛 就是需要就两个共同努力的 钱是可以算点来挣的 只要两个人就决定真心在一块 得一切不一块 他是一个腼腆的人 就是不善意表达 就是他只是用行动去 就让我感受到他 但是他很 很不好意思教授那三个字 老公我爱你 爱情是老公炒了火锅鲜 平淡而有味道 咖喱花是意大利脸 幸福的食谱在了不几遍 我的优点要你白唱不言 在下半路上做了几只银片 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原 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 没有满牛火力也会出现 哦小父亲 我的父亲 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 爱情是当我困难的时候 可以躺在老公分岗的怀抱里 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父亲 永不放弃 默契是最不悠的一种储蓄 如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 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坚守 再努力 爱情没有公式 需要用两个人的心去慢慢体会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